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衣服怎么有开关啊 谁传谁转圈啊 不是 哥 我是真紧张啊 你紧张啥 你看我紧张了吗 关键是我这心里是真没底啊 从婚礼策划到今年彩排 你们啥啥都给我保密 我都以为新郎不是我呢 这事你可得给我整好啊 你就把心啊放到肚子里边 整个流程走一遍你就踏实了 保证明天你婚礼顺顺利利 我的幸福就靠你了 放轻松点去迎接你美丽的新娘吧 门口的宝案能不能看一下 谁想在沈老这么叫唤呢 这不是影响情绪吗 爸 都记住流程了吧 明天呢 你给我带到这儿就行了 好了 早上回去吧 拜拜 什么呀 我这么多年没结过婚 还没参加过婚礼吗 那婚礼流程是这样的吗 他俩结婚你管真多呢 正常流程走 姑娘 你真的想好了 要嫁给他 爸 你就放心吧 虎子对我是真好 他一定会照顾好我的 下面是两个男人的交接 唉 大哥 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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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长了 再这样我帮我妈了啊 可你这孩子没事 怎么老找家长呢 谢谢 请新郎新娘面对面 新郎 你愿意娶面前这位 美丽众人的新娘为自己的妻子吗 无论顺境 逆境 富有 贫穷 不离不弃 你愿意吗 我愿意 我不愿意 她不愿意 你爸 你再知道我真搞我妈了啊 你瞧你这空间怎么的 对了 你妈呢 不但 她不跟你一块儿来的吗 这不是咱们家车叫货吗 你妈可能被我锁在车里了 快去 继续 你干啥呢 走流程啊 你猜你爸没有钥匙 能把你妈从车里弄出来过 你妈 爸 钥匙 小姐 我陪你去 你回来 不是 你干什么去啊 不是 我陪小丽啊 那后边还有你流程全都没走呢 关键我媳妇都不在了 那我陪你还走啥流程啊 你媳妇流程早就走明白了 现在就你不明白 你自己心里还没点数吗 哎呀 你别把婚里的流程 弄得太复杂了 这就复杂了 结婚之后呢就更加的复杂 你就有了新的身份 面对新的挑战 遇到新的困难 这些事你都想好了吗 我当然想好了 我和小丽能走到今天 那老不容易了 那真的是 把我的心 她的心 穿成穿 撒一点辣椒鸣 加点盐和紫盐 把烤鸡 行行行行行啦 你都给我唱饿了 这一身被你熏的串味儿的这个美丽动人的姑娘 你跟她结婚 你愿意吗 我愿意 我不愿意 行了行了行了 她搁这摆啥造型啊 你不是幸福小区那个保安吗 你不跟赵经理去值班 你跑我这说啥不同意啊 她今天放假 我特意给叫过来的 这是全保安队里边 咱们小区俩最会演戏的了 今天她可就不是保安了 她就是你啊 从小到大 穿一条裤子 光着屁股长大的 好兄弟 那是一起光过屁股啊 还是一起穿过裤子啊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要结婚了 你的好兄弟有话对你要说 用地抱一下 说说你心里疼 说尽这些年你 听说你要结婚了 我是来跟你说声再见的 结婚以后啊 你竟要以家庭为重了 以后找你出去唱歌 你也不能再唱了 咱俩出去吃饭 你也不能跟我结账了 要是心情不好 露点串 喝点小皮皮 你也不能出来再浪了 那阳气的酒吧 你也不能再逛了 但是你相信我 未来的生活 你喜会儿 会做点好吃的 把你喂胖的 啥意思啊 我这结婚了之后 兄弟还不能出了呗 那还咋出啊 一会儿你兄弟就得来电话吧 喂 虎子 哎 兄弟 虎子 我晚上没吃饭呢 咱俩出来吃点 我说喝点啊 行啊 没问题啊 皮子白的你说啊 哎 我现在就是你媳妇 我看你出得去出不去 那有啥出不去的 哎呀 老公 晚上你就陪我在家吃饭呗 行啊 媳妇 你想吃啥我给你做 哎呀 老公太好了 陪你吃完之后 我再出去喝去 不是 我就不想让你出去喝酒 啊 明白了 那就是让兄弟来家里边 咱们一块喝 不是出去回来的问题 我这压根不想让你喝酒 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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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问你 结婚以后出来咋这么费劲呢 还能出来不 能 能 能出来 你等一会儿啊 媳妇啊 那个 兄弟这点给我们打电话 他肯定是有啥事 你知道吧 你让我出去 回头呢 我再给你补上 行不行 行 那我自己先垫着点 哎 哎 小和表姐啊 晚上吃了吗 出来喝点啊 你出去了吗 你媳妇出去了 不是 你把我媳妇 刚才演的也太奔放了 再说了 我兄弟刚才是打电话约我 那我兄弟要是到家里来 那我媳妇还能不让我出去啊 你兄弟这就到了 兄弟 我又来了 虎子 走啊 出去玩会儿去 走啊 又喝酒去啊 我带虎子 这回不喝酒 打游戏去 哎 打篮球 篮球 哪个球场啊 峡谷 那个峡谷球场 新盖的 哎呀 那篮球场老漂亮了 我跟你说 打啥的意思啊 他厉害呀 他打那个就是辅助 那我干啥呀 我不得介绍地形嘛 对面今天那非常的哇塞啊 对面有谁呢 诸葛亮 蓝陵王 打几张良和东黄 行 那团队的口号我都知道 这不是一个人的王者 是团队的荣耀 哎 我问问你 你说打游戏是打球啊 那我现在还打个球啊 哎 哎 别默契了啊 虎子 我跟你说啊 之前找你出来喝酒 你出不来 我生气把你微信闪了 现在找你出去打游戏 你又出不去 我准备把你电话闪了 兄弟啊 外面世界啊 你是感受不到了啊 我呀 单身 我潇洒 我自己享受去了 完了 你兄弟走了 不要你了 哦 不要喽 我兄弟 不要就不要呗 再说了 我媳妇不让我出去 也是怕我熬夜喝酒 对身体不好 你可都得想好了 结了婚之后啊 就得以家庭为重 你自己呢 私人的空间啊 时间啊 就全都没有了 这你都想明白了吗 我想明白了 我整个人都是小丽的 我还要啥私人空间啊 不需要 我愿意 我不愿意 不是 我都不要私人空间 你咋海上呢 你个小毒毒 怎么的 他是用打我 忘了跟你介绍一下啊 这位就是啊 含辛如苦 一把屎一把尿 把你拉伸大的 妈妈 你这个小毒毒啊 那真是又来媳妇 忘了娘了 那平时也想不起来 妈了 那要是跟你说实话 你 你演就演 你伤我好几回了 喂 那请 快快快 让妈妈看看 哎呀 我这宝贝儿子呀 哎呀 都瘦了 是不是 那媳妇做饭 没有妈做的好吃啊 那不能 我媳妇根本不会做饭 听听听 听听听 找个媳妇不会做饭 多吓人呐 人啊 人在哪儿呢 来 出来我找她说说 来 哎呀妈 你可得跟她好好说说吧 现在小丽啊 已经有要会做饭的苗头了 我回来了 妈呀 这是谁呀 哦 这个是五年之后 你的爱人 小丽 哎呀 五年之后 小丽变这样了 我和小丽吧 我们有自己的计划 听听听 你们听听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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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一家的 我是外人 那我走 这么好说你妈走了 咱俩回家看我爸去走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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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妈 哎呀妈呀 哎呀 妈妈 你咋的了 妈没事 妈就是 就是你要超过妈 一米的话 妈就 迷糊了 你一米你就迷糊啊 哎呀 哎呀媳妇你咋的了 哎呀 咋的了你呀 头疼 嗯 嗯 还哪疼啊 哎呀 嗯 哎呀 我也疼 哎呀妈呀 还哪疼呀 胸口疼 妈呀 巧了 妈 你哪疼啊 妈哪都不疼 妈呀身体就比她硬实 你看什么 妈这大跳都行 你看什么 妈呀你咋的 还能好好演员 我这还不好演 咱俩不都说好了吗 你疼一个 我疼一个 你疼一个 我疼一个 你疼哪去了 我真没疼过你 不是不是不是 你俩干啥呢 这演的是个啥玩意呢 他妈是你演的那样的吗 对呀 你演得好 人媳妇通情达理的 我下去跟她演去 你看我能不能演过她 还疼 你还疼 来来来来 演得多多少少是有点过 但是啊 以后你面对这种婆媳关系 你想想 我受得了吗 哎呀 要是真是这种婆媳关系的话 那谁都受不了 关键我家 肯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哎呀你嘴打的了 还不能出现这种情况 那经典的话题 妈妈和媳妇同时叫到水里边了 先救谁 困扰了多少的男性同胞 直接上两个最爱你的女人 如何平衡很好这份爱 你这东西想明白了吗 那我根本不可能让小丽掉水里 但团出现我妈和小丽都掉水里的话 那还有我爸呢 谁媳妇谁救呗 你可真教训呢 再说了 那我是干啥的 我是干烧烤的 就没有任何一种矛盾 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两顿 有什么事 有什么矛盾 大家坐在一块 喝点小皮皮 露点烤串 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如果这点问题都解决不了的话 那我还算啥沈阳爷们 这话说得太爷们了 你以后就能陪在小丽的身边 为他遮风避雨 携手同行 你愿意吗 我愿意 我不愿意 不是 你是不是有点上来的太频繁了 不是 我忘了介绍了啊 这是你们未来的孩子 爱情的结晶 那我未来的结晶 如果是这种画面的话 我可不可以选择不要孩子 没错 我就是你跟我妈妈 爱情的结识 不是 结晶 我不同意你们结婚 你还不同意了 我跟你妈如果不同意的话 哪来的你 那小时候 灰山马瑞奶粉都白给你喝了 那可是采用全球百分之一的 珍稀 涓山奶源奶粉 我和你妈从小都舍不得喝呢 你知道为什么吗 那是为了要让你增强免疫力 增强你的体质 要让你的未来飞得更高更远 等会儿 你不要摆造型了 那小的时候 那你和我妈喝那个灰山建一家 爱爱奶粉的时候 也没说给我冲一杯啊 现在有功夫没冲一杯啊 哎 行行行 别抢我和你妈的口粮了啊 我就问你 你到底为啥不同意 还为什么不同意 我跟你说吧 以后我妈结婚以后 咱家日子是越过越好 就咱家那烧烤啊 越做越大 马上就要上 上市了 那上市不挺好的吗 挺好 好的是你 苦了 我和我的妈妈 怎么了 演演的什么玩意儿啊 这多好啊 什么呀 哪有这段啊 咱们编排有这段吗 我怎么就成了你的赤脚妈妈了 我不管啊 我就问你 这段我演的比李宝杰好不 你说比谁演的好 那你演演你自己跑上来了 你是不是认输了 我不是认输 但我演的我跟你说 我不嫌弃 你俩演的都差不多 那怎么演 行行行行 别演了 我咋觉得你们刚才这段 在小医生做事学院里边看见过你 再说了 我的未来能让你们假定啊 这不是假定 这都是即将要发生的事情 你想想 你的生意越来越好了 以后陪小丽的时间 是不是就越来越少了 今天日子你都不回来陪我过 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陪你儿子的童年 也越来越少了 从小到大 你都没陪过我 你们的风花雪月 就变成了现在的一地鸡毛 你想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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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后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失去拥有 矛盾于选择 家庭与工作 在这幸福的背后 是身为男人的责任与担档 你真的做好准备去迎接你的幸福了吗 虎子虎子 快点看电话呗 要不然打喜语哦 哼 你干啥呢 咋还不会信息啊 我警告你啊 都几点了 还哽到考串啊 你的老腰不要了 抓紧回来啊 我给你下那面条都要脱了 虎子 我最近给你勾了个手套 带着考船那里老带进来 就是手护着紧着手出头 虎子 你妈最近总说头疼 咱俩哪天带她看看呢 我想好了 小绿对我这么好 我要对她更好 你们说的这些挑战 对我来说算啥呀 我的爱情就像是烤串 掌握好火候 才是美味的必杀技 如果连自己心爱的女人的幸福 都给予不了 那我还算什么爷们 虎子 我想好了吗 我想好了 今天这一切都是书安排的 希望你能理解一个做父亲的心情 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啊 自从她来到这个世界起 第一个亲她的人是我 第一个抱她的人 还是我 如今 我就把这个 我最心爱的姑娘 放心地 交给你这个 我不怎么认识的男人 妈 你们愿意吗 我愿意